虎杖幽人对决真人 虎杖是五条五的爱徒 真人是特级昼灵 也是昼灵的首领 大家觉得谁更厉害 幽人主动进攻 真人弹出一个改造人 改造人呢 瞬间结成一张网 封住幽人前进的道路 幽人重拳出击 改造人却哀求幽人救救他 他既然有人的意识 幽人终止攻击 怒骂真人 真是个混蛋 面对改造人的攻击 幽人只能被动防御 真人正是看穿了这一点 才以改造人为掩护 随心随意的对幽人出击 光这样还不算 真人将首长变成顺平 接着鼓刺爆头 挑衅幽人 不过是个无能之辈 总是看着伙伴在旁边死去 什么都干不了 幽人都欺诈了 但他没有欺昏头脑莽机 而是想到 如果欺骇面对这种挑战 肯定不会持续理智 幽人沉着冷峻地 释出了竞平权 可不能被真人套路 真人见幽人不上钩 一招百变鬼手 让数百只鼓手 推动改造人的骨骸 挤压幽人身边的空间 压缩幽人的战斗范围 幽人被踢墙壁 胸靠骨骸 侧者艰难前进 真人本以为能控制幽人 结果幽人一个飞踢 真人差点得了脑震荡 真人不服气 他将手臂改造成狼牙边 踩着人踢掠到高空 一招地爆天心 狼牙边如海潮般的砸向幽人 幽人能躲过去吗 不去来讲一讲 OK 肉狐一发三昧真火 烧掉了七海剑人的半个身子 七海剑人身为一级咒术师 被肉狐一招秒 看得出 肉狐特级咒灵的称号绝飞浪的序名 只是一直打高端局 被五条屋吊打 才让大家误以为肉狐是菜鸡 当下 七海剑人的左半身被烧得血肉模糊 肩膀朝下塌陷 手臂随时都能脱落 左眼成了黑漆漆的生动 连牙龈都暴露了出来 即便如此 七海还是凭借着顽强的伊利 她知道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但即便在这最后一刻 她也要握紧刀 将咒术师的职责贯彻到底 因为 这是她亲手选择的道路 恍惚之中 七海似乎来到海边 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享受着海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 七海啊 欣慰地笑了 她感觉这一刻 比人生当中的任何时候都自在 不必再忍受加班的痛苦 不必再拿着冰冷的兵器去面对生死 此时此刻 七海卸下了所有的重担 如获重生般的缺义享受着当下 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她 她想起自己的梦想 要在海边盖个小木屋 安静地翻看买回来还未拆封的书 突然 她想起了胡杖幽人 这个孩子 现在做什么呢 她又想起扶黑会和珍稀 惦记起两人的安危 七海呢 这一刻才明白过来 当初选择咒术师这个狗屎职业 并不仅仅是因为适合自己 而是这个世上 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她去守护 过去是对她真正感谢的店人 现在是视她为明灯的优人 这些点点滴滴 让七海认识到自己是被别人所需要的 她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七海啊 走下了站台 遇到了数千只改造人 尽管她很累了 认为自己足够尽力了 但还是单手挥舞起宝刀 在人群里厮杀 她没有看身边围了多少只改造人 也没有书长杀了多少只改造人 她就这么机械式的战斗着 被击倒了 就爬起来继续战斗 只要斗志还在 就得守护后背到最后一刻 改造人清除后 特级骤灵 真人也登场了 她的手贴住了七海 七海的人生来到了最后一刻 七海平静的表情 代表着她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真人没有动手 而是给了七海留一言的机会 七海呢 仿佛看到辉元站在眼前 她既是问辉元也是问自己 我究竟想做什么 明明逃避了咒术师的世界 可又为了所谓的生命价值者返回来 我的选择真的正确吗 辉元啊 只向了前方 七海注意到忧人过来了 请客间 七海回忆起和忧人的过往 忧人的成长历程 七海全都记在心里 七海满足地笑了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世界 之所以还存在 不正是因为 周术师的意志被代代相传吗 七海呢 想对忧人叮嘱什么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讲出口 他怕这些话会成为对忧人的诅咒 或许 他是想让忧人快逃 可一旦讲出口 或让忧人觉得自己才是被保护的弱者 此后一生 忧人将在没能力救七海的自责中度过 这绝非七海所期盼的 相反 七海早已认可了忧人是一名合格的咒术师 他相信 忧人有能力兼负重任了 也是时候接过前辈手里的接力棒了 七海啊 笑着告诉忧人 下一秒 真人当着忧人的面 将七海残忍的变成了罗罗斯方块 忧人愣在原地 对七海痛心的同时 也对真人憎恨到了极致 真人在过去夺走了他的好朋友 如今又夺走了他的恩师 他对真人的恨 彻底磕到了骨子里 而真人呢 却是满脸不以为然 他的恶是纯粹的 极致的 人类的道德准则 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忧人愤怒地杀过去 脚底下踩锅的改造人 让他的心更加悲痛 他知道这些改造人 都是真人拿人类变的 这么多的生命 对真人而言不过是蝼蚁 忧人啊 对真人恨得直咬牙 忧人铁拳出击 真人拿狼牙边应对 忧人闪现凸脸 却被魔手抓住脚腕 铁拳袭来 忧人闪避而过 一记大脚 真人脑瓜碎大地 忧人这波操作非常精彩 突然 他被改造人挤压到墙缝 而真人呢 却嬉笑着跑路 忧人根本不慌 如果你以为我就这样战败 那你真是小瞧我了 就见忧人集中揍力在铁拳上 打穿改造人的遗骸 真人啊 将手臂改造成加特林 追着忧人疯狂突突 脚牙还能变成麒麟角 但凡忧人跑慢点 肯定被踩成肉夹磨 双臂变成锯齿刀 一招斩尽杀绝 在车站里大搞拆迁 千军一发之际 电梯门开了 忧人呢 立刻战略转移 正想掏磨水平补点栏 真人的大铁拳砸穿电梯顶部 懒绳被震断 电梯带着忧人摆美脊椎 真人扑上来 竟然想逼咚忧人 忧人啊 直骂真人真是个大变态 电梯即将坠地 忧人赶忙抓住懒绳 结果井底钻出一张身孕巨嘴 忧人闪现到走廊上 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忽然 真人一遭如来神掌 将忧人拍在地上 忧人凝神聚气 直接抱穿真人掌心 真人呢 发现忧人又变强了 当即调整战术 主动和忧人拉开距离 让改造人充当主力决战忧人 忧人千里追击 意外发现了两个路人 忧人让路人快回家 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 突然 路人甲从嘴里吐出一发铁拳 忧人啊 被垂飞十几米远 忧人火冒三丈 真人就是个大败类 就见铁拳收回路人甲的体内 真人呢 从嘴里钻了出来 同时抓住路人蚁的胸脯 忧人大喊 快逃 然而转眼之间 真人将路人以改造成一把剑 两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么被真人无情掠夺 忧人强忍怒气 绝不能被愤怒冲昏理智 真人不仅技能多还有无限蓝 必须冷静应对 也强威呢 在车站外遇到另一个真人 这是真人的影分身 也强威正愁眉地方杀火 那就拿真人来练练手 他对真人的了解并不多 只知道真人的术事和灵魂有关 只要不被接触身体就OK 只可惜 也强威大意了 他误把真人当成了小喽啰 飞脚踩钉 将铁钉扎入了真人的脑门 虽然没对真人造成致命伤 但却惹得真人生气了 等待也强威的会是什么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篇是周术回战 第二季的第十四期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七海剑在后期会被复活吗 认为会得扣三个一 认为不会扣三个二 顺其自然扣三个三 伯乐觉得呢 这件事说不准 七海剑的人气不低 被大家爱成为那那名 他就像老大哥一样 指引着佣人成长 有他在的话 就很有安全感 伯乐个人呢 还是希望他能复活 我觉得有点玄 人气最高的五条物 都不一定能复活 七海剑人怕是真凉凉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这是波罗动漫频道 大家都多支持 记得点赞 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